这次水灾,真相就是第1个,洞庭湖防洪大坝出现管永,发现的不是巡堤的工作人员 而是放牛娃,新京报说第一批抢险的人员说,发生管永是7月5号当天 有一个放牛的村民最早发现了堤坝冒水,这个孔眼 抢险人员跑到现场发现的不是一个,是三个都在往往冒水 那么最早是用棉被,用沙袋,用卡车封堵都不成功,最后缺口越来越大 这是第1个,第2个 大家网上看到最多的是什么 救援队用细沙往里面倒 这个一点常识都没有 网友总结得非常准确 他说你说当地政府有准备吧 没有沙袋,没有石块 钢筋龙也没有,他啥都没有 你说当地政府没有准备吧,标语横幅提前已经准备好了 这就是湖南 这是第2,第3 那你想一下 千里洞庭湖的一线堤防大坝,关乎上百万人的性命 但是你可以看 一冲开你看 这个堤坝是什么,一堆泥沙 有没有钢筋,有没有水泥 一根钢筋都没有 一滴水泥都没有 湖南日报2022年9月30号报道 洞庭湖区 重点院堤加固工程 一期开工 工期是45个月,总投资是85个亿 这个被人骂得要死 说中共花了85亿,结果还是破坊豆腐渣工程 然后呢中国的媒体就跑出来辟谣 说破坊的这个地方啊 没有加固过 意思就是没有豆腐渣工程,这个地方就没有加固,所以他破了 这实际上呢 这种辟谣也是上眼药 怎么说呢 你防洪大坝破坊,说明你加固工程缺乏调研 薄弱的地方你没有加固呗 这比豆腐渣工程还坏,这是第3第4 华融县 防汛抗汉指挥部7月5号发了个文件,题目叫 关于全县公职人员取消休假 和禁止个人对外发布信息的通知 救灾还没开始 先把大家嘴巴堵住 这就是中共的标准动作 这是第4第5 整个6月份南方暴雨成灾 我认真地查了几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支援 7月5号 财政部应急部 拨款5.4亿 叫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拨款是9个省 湖南安徽江西黑龙江 江苏浙江湖北 重庆贵州9个省 一个是洪水 一个是森林救火 7月6号 发改委 拨了两亿叫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湖南江西 受灾的学校和水利设施的 恢复 另外一笔 发改委6月17号 1.5亿 广西安徽湖南 受灾的学校水利工程恢复 6月26号 财政部跟应急部还是中央自然灾害 救灾资金 拨了4.96亿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湖南湖北 贵州广东广西 9个省 整个的中央救灾补助 10.36亿 发改委投资 3.5亿 合计 13.86亿 拨款的9个省 总共人口有4.8亿 这4.8亿总共得到了13.86亿的一个是投资一个是补助 塔吉克斯坦的人口有多少 不到1000万 习近平给了塔吉克斯坦15个亿 帮他们修议会大楼跟政府办公大楼 这比4.8亿人民得到的救灾款 还要多 这习近平跟中共就是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 不过呢 你出于我15 中国的人心也在变 我举个例子 有个茶饮公司叫霸王茶几 霸王茶几就给受灾的华龙县捐了500万 这500万捐完之后呢被网友痛骂 说以后再也不管霸王茶几了 你捐这些钱给华龙县干什么 你捐给华龙县这一分钱都不会到了老百姓身上 骂得要死 这个霸王茶几想也想不到我捐了钱结果捐出个反效果 大家还记不记得 去年红杏尔克给河南水灾捐了2000万 这个网友爆满红杏尔克的产品 红杏尔克的库存都清空了 看见没有去年到今年 变化快吗变化非常快 然后各地都在说旧灾希望大家捐款捐物 网友最新的帖子是这样 中共国平民不愿意捐款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第一 捐款的路上电动自行车被扣了 第二个原因 郭美美没钱买阿玛士了 第三个原因 送羊排的飞机没有油钱了 所以不愿意捐钱 还有网友说 南方多地发生水灾考验一亿党员的时候到了 一人捐一块钱差不多一个亿 一人捐一千块钱那就一千个亿呀 何愁没有救灾钱 快点行动吧我们将近一亿党员的同志们 灾区在等着你们呢希望你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慷慨解囊 砥砺前行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现在的态度 有网友在评论救援队友整车的沙子往这个缺口里倒 网友在底下评论说 这仿佛是一种隐喻 抗洪救灾 连草包都没有了 全是散沙 这水平高 我们来分析一下总结一下湖南水灾基本上复刻了以往水灾灾害模式 灾害发生之前 气象预报 各种警告 不是不知道的是提前都知道了 第2个地方政府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应对 这一点的只是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你才知道 原来他娘的啥都没有 地方政府的治理已经完全溃败 第3 各种灾害 就像预告一样 如期发生 结果 还是大量的人民损失 毫无抵抗之力 共产党吹牛逼吹了这么多年结果其实 啥都没用第4 然后接着就是各种独嘴巴 封媒体 禁止报道 每次都是一模一样 然后之后 政府动员 政府动员为时已晚 死者长矣 人运已经损失了 然后呢中国官方媒体就开始各种 闻过是非 各种掩盖各种谎言 在这些模式当中核心是习近平 习近平不动 没有人想动也没人敢动 但习近平这个人的特点叫 遇事池 他就是比正常的反应慢半排 慢半排呢你平时没有什么讲政治的时候你慢半排无所谓但是你碰上天灾人祸 这个问题就会造成成百上千人的死亡 这就是一人体制的结果 习近平他控制了整个中共的系统 他所有的权力他都握在手里 我不签字谁都不能动 他不动 别人就动不了 这让我想起李亚平 他本书叫帝国政界往事 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总结 他说2000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 每当我国皇帝的龙椅上 坐着一头猪的时候 皇帝的部下 不是猪的那部分 就会率先被淘汰 他说剩下的那些呢 就会集体的表现 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 这使人有充分的理由 由衷的感叹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句成语的精荡准确 这个局面呢 要想扭转 常常需要帝国把自己的能量耗尽 或者由上帝出面干涉 让那头猪死掉 而通常的情况是 新上来的还不如前面那位 在前任打下的 让人已经觉得糟不可言的基础上 后来者 时常有本领 坏的超出人们预期 我看到这关话我先想到胡锦涛 胡锦涛建立了维稳体制 而且他搞出了一票否决的制度 为什么地方政府不听他的 他搞一票否决 所以当和谐成为互联网管理手段的时候 有些人就开始寄望于他的继任者习近平 我们现在发现 过去11年 中国的龙椅上的这头猪 比之前那头猪 更加昏庸无道 简直是千年不遇的昏君 所以李亚平的预言再次一年 就在这里呼吁 年轻人 请你们像八十年代的人们那样 努力出国吧 离开那些不能用谷歌的社会 寻找自由和光明 谢谢大家 ucz年轻人 请不吝点赞 三十年代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